作者 望雨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 第1455集 与一少女神色一正 不同意的言道 这个可不好说呀 原先妾身也是这么想 但是实际上 魔戒荒帝比我们灵气的蛮荒之地 明显危险多了 连妾身都在一处地方 困了数月之久 他们在荒地中 遇到什么非人力抗拒的麻烦 也不是不可能的 龙家老祖沉默了片刻 这般对韩丽说道 算了 如今再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反正距离约定时间还未满 我等就继续等下去吧 对了 韩道友既然早来了如此之久 想了已经对城中一切有所了解 可否给我等讲述一二 看看能否先把那八族摩西弄到手再说呀 韩丽文言不加思索地回答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韩丽 韩丽城呢 如今是被四大家族和万努塔等一些势力共同把持着的 但其中的八族摩西却只有四大家族才拥有 若想弄到此摩西呢 只有从几大家族下手才可以 但是 这八族摩西对四大家族来说非常重要 牵扯这些家族在幻野城的立足问题 所以想要通过普通方法构制到根本是不可能的 韩某的运气不错 刚来的时候凑巧和白甲攀上了一些关系 并且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从而 从他们那儿讨要来两头八族摩西 但是若想再从白甲弄到更多的摩西 恐怕不太可能了 不过三位道友可以去其他几家碰碰运气 看看能否从他们那儿用一些珍惜宝物 换取几头摩西 据我了解 其中的宁甲和方甲 似乎 这韩里也没隐瞒什么 一五一十地讲述起自己所知道的情报来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 他把幻野城中的情形 以及各大势力的情况说了个七七八八 一开始听到韩里说 已经弄到两头八族摩西 这龙家老祖一干人的精神一阵 露出了喜色 但在一详听城中的情形之后 又纷纷露出了思量的表情来 当韩里终于住口不言的时候 龙家老祖若有所思地说道 先恭喜韩兄 先一步解决了摩西的问题 但我刚才听这八族摩西是四大家族在此地的立足根本 这是为何呀 能否再说得具体些 而且这些家族中大概有多少摩西呀 据我所知呢 这八族摩西 每一家族也只有数十只 这些摩西之所以被这些家族看中呢 也是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幻孝沙漠之故 只有这些摩西 幻叶成几大魔族世家 才能深入幻孝沙漠深处 寻找各种的珍稀材料产地 并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输回来 想想吧 牵扯到如此大利益里边 这些家族只会觉得此种魔手太少 又怎会轻易地让给外人呢 这龙家老祖三人听了 神色不绝地阴沉下来 似乎都觉得有些棘手 伴上之后 羽衣少女轻声冲含力再问道 韩兄帮白家解决了什么事情 竟会一口气赠给两头摩西呢 没什么 只是在下被白家相邀 解决沙漠中一头魔兽而已 但此种事情 必须恰好逢时才可以 恐怕不可复制的 看来道友运气还真是不错呢 只是侥幸而已 这样吧 龙家老祖略以沉吟 终于有了决定地说道 老夫也曾主修炼过魔宫 用其催动伪魔珠的话 想来在这幻野城 也不惧被谁识破 一会儿就和韩道友一起进入城中 为了小心起见 灰贤帝和夜仙子 还是暂时留在城外 找一处地方先安置下来 并和我等随时保持联系 在等其他人到来的期间 龙某和韩道友看看 能否再弄到几头摩西来 要是最后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说不定 也只能潜入某一家族中 或抢或偷 也得弄出几头摩西来 不过此方法容易招惹强敌 只是下下之策呀 羽衣少女点点头赞同地说道 也好 幻野城和那血压城不同 里面魔尊颇多 万一真有人修炼特殊功法 只有伪魔珠掩饰的话 妾身的确不太安心的 小妹就和灰道友 暂时留在外面吧 摩西的事就要龙兄和韩兄 多操心一二的 黑袍男子也没有其他意见 同样略意寒手 下面的时间呢 龙家老祖等人 开始商量一些具体的计划和步骤 也把一切都考虑了进去 觉得没大问题了 四个人最终 各自驾驭顿光 离开了山头 韩丽并未和龙家老祖一同行动 而是一前一后 进入了幻野城 小半日之后 城中圣灵院中 就多出了一名 炼虚后期的中年人 那正是压制了修为的龙家老祖 龙家老祖不但掩饰了 自己合体期的修为 并且租下了远离韩丽住处的 另外一座阁楼 任谁也无法从这上面联想到 二人之间能有什么关系的 日子就这般一天天的过去 韩丽除了偶尔和龙家老祖等人 用法器传递一些消息之外 仍然在住处深入浅出 整日闭关 参悟魔精傀儡之术 那在此期间呢 龙家老祖却把整个幻野城 摸了个透彻 并尝试改换身份 想用一些罕见宝物 从其大家族换取一些八族摩西 却毫无意外地纷纷失败了 但是龙家老祖没有气馁之意 在其看来啊 无论灵界还是魔界 世上哪有无法交换的东西啊 只用看交换的东西 价值够不够高而已 故而他非但没有就死罢休 更是趁此机会 和赵家一名高阶弟子 拉上关系 短短时间内就来往甚为频繁 韩力通过信息传递 自然对这一切都颇为了解 但却没有主动插手的意思 只是静看龙家老祖的方法 是否真的有效 但是结果还未出现的时候 城外先传来了一杆圣灵 终于也到了幻野城的消息 龙家老祖听了自然大喜啊 再一次和韩力离开城中 到城外一处地方 和灵族碰了一次头 并再次见到了千秋圣女等圣灵 虽然一杆灵族 来到比龙家老祖等人更迟了一些 但是几名圣灵却无一缺少 并且都安然无事的样子 但是韩力在见面期间呢 却不禁地多望了几眼那名叫 止水的圣灵吉言 不知道是否是他的错觉 他隐隐感觉到 这位脸色苍白的气灵族圣灵 似乎身上气息 比起之前更阴寒了几分 略激进一些啊 就有一些心神不宁的感觉 韩力的神念王 此人身上多扫了几下 但是一接触此人的身躯 就立刻泥牛入海般消失不见 并无丝毫效果 这让韩力心中更是眉头微皱 不过除此之外呢 龙家老祖和一干灵族 商谈的却顺利异常 当即除了千秋圣女和那位叫藏行的老儒 也掩饰修为的混进城中外 其他灵族人则和羽衣少女等聚到一起 仍然留在城外等候消息 而有了两名帮手的龙家老祖 则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计划 并最终把目标牢牢地锁住了赵家 一边继续一点点地提高交换价格 一边开始用各种方法 刺探赵家饲养的摩西所在 和赵家住处的一些禁止情况 显然龙家老祖等人在为最后交换不成 采取强行举动做万一的准备 两个月后的某一天 城外某临时洞府处 韩利又和龙家老祖千秋圣女一干人 再次聚到一起 他们望着面前最后一位在约定实现内 堪堪赶道的批发男子 神色各异起来 这位邻家合体修士 如今头发灰白 肌肤枯萎 原本应该一副正当壮年的中年男子的容貌 如今却变得老态隆重 仿佛七八十岁的老者一般 更致命的是啊 批发男子一只眼珠也不翼而飞了 看其眼眶中空洞洞的模样 仿佛整颗眼珠啊 是被硬生生地挖出来的 而这位邻家合体修士的身上气息 比起以前来更是尚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 还隐隐给人一种非常衰败的异样感觉 在一干人吃惊过后 隆家老祖终于吃惊地沉重开口 林导游啊 你 你怎么变成这般样子了 这林家男子倾咳几声 一脸苦涩地说道 说来惭愧 在下在荒地中遭遇一群射魂兽 一个不小心被他们吸取大半惊气 幸亏自爆了孙身携带的数件质宝 才勉强逃出来 她的声音也沙哑异常 难听之极 千秋圣女亚然问道 射魂兽 此时等级并不太高 怎么会把林兄逼成这般模样 林家男子眼角抽出两下 缓缓地回答 若是普通的射魂兽 林某又怎会畏惧 但若是一头变异的合体级射魂兽 就却又是两术之事了 什么 变异的射魂兽 一干人闻听此言 都不禁面色微变 林家男子回想当日情景 脸色愈发难看几分 不错 此兽一开始藏在兽群中 伪装得和普通射魂兽 一般无二 我才会一个不妨 被他偷袭得手 否则林某再不济 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龙家老祖脸色阴晴不定地 换了一会儿 神色一鸣地问道 林道友遇到此劫真是不幸啊 但不知下面有何打算 我现在精气流失太多 法力不足原先的十之二三 再进入幻小沙漠不太现实了 必须马上返回灵界 闭关数百年 才能把修为重新苦修回来 所以在下也不打算图谋那样 那两样天地灵物 再次修整一二 就施法激发潜力 按原路返回灵界去了 批发男子 目光闪烁不定好一会儿 不甘地说道 龙家老祖未流露出意外的表情 似乎早有预料 也好 以林道友现在的状态 继续冒险 的确有陨落的可能 这样吧 我等几人在此地多逗留一个月 让道友多加调养一下 再进行下面的计划 千秋圣女默然一会儿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 我们林族对此没有意见 林道友尽管在此地 先安心养伤吧 倒是灰性道士和羽衣少女 不禁互望一眼 隐隐透露出一丝 吐死湖碑之感 毕竟 在场的人族修饰当中 他们一个个 也都已经带伤在身 一个呢 则修为远逊于 韩丽和拢家老祖 说不定下一次 被迫退出之人呢 就是二者之一了 不过 两个人也是修炼 多年的合体老怪 这种思绪只是一闪 就神色恢复如常了 韩丽听闻之后 神色微微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并默然冲着批发男子 说道 啊 在下手里有颗丹药 也许对道友 此时的情形 有些益处 林道友 不妨拿去服用吧 话音刚落 韩丽袖子 冲着批发男子一抖 顿时一个 数寸高的白色玉瓶 从中一飞而出 林家合体修饰 文言一正 下意识地 抬手接住小瓶 望向韩丽的目光 充满了疑惑之色 这也难怪了 韩丽虽然和他们 一起同行一段时间 但二者之间呢 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更谈不上什么交好 现在突然送给他 一瓶丹药 这自然让批发男子 满心的惊疑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